这个疯婆子拿出一个漂亮的玩偶 很宝贝的捧在怀里 她的小女儿佩佩 七岁那年溺斃而亡 灵魂就被封印在了这个木偶中 这些年来 梅姨带着大儿子小胖和大女儿阿珍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肉身容器 直到四个月前 偶然间发现了通灵体质的小美 他们的计划非常的歹毒 小胖利用房产中介的身份 把梅姨带到了金捷 本来想出租给别人的公寓 一进屋 梅姨就点上了滑子 阿珍砸碎电视 烟头一灭 开始行动 划破墙纸 倒下污水 割破沙发 再满地撒满垃圾 这样一来 就能够倒逼着金捷搬回公寓 然后为了省钱 将五哥的别墅租给他们 没想到超能一家人搬进别墅时 梅姨发现这里还住着小家的魂 不过小家毕竟是个小鬼 梅姨一点都不带荒的 她爬上阁楼 确认了小家的位置 接着她拿出小家最爱的芭比娃娃 开始做法撒血 顺利引出了小家 梅姨将其封印在芭比娃娃里 解决掉这个小麻烦后 她就要开始给自己的女儿佩佩招魂了 床垫上突出三角符号 乌鸦羽毛放在一旁点缀 随着经文的念出 莫鹰声摔倒 鹰头小口一张 一只玉手赫然从中生出 佩佩被释放的同一时间 小美的第六感被召唤了出来 金捷注意到了怪事的发生 另一边隔壁王婶偷拍失败 被梅姨迅速察觉 看到梅姨上门锁命 王婶吓得跪地求饶 结果梅姨就一句话 王婶两眼一翻 成了邪教的傀儡信徒 事已至此 梅姨还差最后一步 说服小美 她安慰小美 说自己体内也住着另一个人 女孩说自己在梅姨体内 已经住了五十年 不仅不会伤害本体 自己也容颜不老 简直是个双赢的完美方案 小美一听这话 彻底放下了玄者的心 同意进行附体仪式 回到现实后 梅姨把小红书交给小美 成功做出了第二个印记 一眨眼来到最后的仪式 小美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 傻孩子这才恍然大悟 转身逃出房间 却发现父亲倒在血泊之中 阿珍抓回小美 一试继续 梅姨在墨额头画好符文 接着斩丫头涂鸦血 成功进度条 已经憋近百分之九十九 突然铃声响起 时间来到了凌晨三点四十五分 铃声唤醒了五哥 另一边的小胖也打开行李箱 正准备处理掉金姐 可就是扔手机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行李箱已经空空如也 原来金姐命大 苏醒后泡在水中 躲过一劫 五哥挣扎着爬起身 解决掉成为傀儡的王婶 请各位注意看此时的屋顶 渗出的水渍 隐约勾勒出了一个女孩的模样 五哥试图做掉阿珍 金姐也想偷袭小胖 夫妻俩的战斗同时打响 结果却完全相反 金姐成功戳爆小胖的脏心烂肺 可五哥却在和阿珍的对抗中败下阵来 伤势过重的五哥 绝望地看着小美被重新拖回房间 发出阵阵惨叫 心有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金姐往回赶的路上试图报警 刚拨通手机就没电了 这也是提醒了我们 车上常备一根充电线有多么的重要 既然说到充电线 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品牌 大家别紧张啊 这期视频没有广告 各位屏幕前的金主爸爸们 能给我们小侠点赞关注 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 话说金姐通过阿珍的短信 得知小美就在王婶家里 她很聪明地拿起榔头 还收集了几大瓶盆舞剂 全部都塞进了微波炉 加热膨胀 最后爆炸 威力不大 却足以引起阿珍的注意 掉狐狸山之后 趁着阿珍灭火之际 金姐溜到二楼解救小美 正在进行施法的梅姨 对其熟视无睹 只是不停地搅拌着压血 金姐想要捶爆梅姨的脑袋 却被小红书粉丝们团团包围 一个巴黎铁塔翻转再翻转 直接摔倒在地板上 眼看小美的眼珠里 挤进了另一个瞳孔 金姐轮起榔头狠狠砸去 八 十 八 十 八 十 佩佩愤怒的伸手 想勒死金姐 结果被敲碎额头 化为一团鸡粉 金姐救下了女儿小美 却发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被梅姨和阿珍逼到了角落 此时就听一声催响 天花板轰然弹落 将三人砸得当场昏迷 唯有被护在怀中的小美苏醒 站起身后 扒开了阿珍身上的碎片 梅姨以为她是佩佩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果小美拎起铁棍 让阿珍肯尼迪坐厂棚 脑洞大开 没错 梅姨被骗了 骗子就是被复活的小家 就在十几分钟前 五哥临死之前 终于看到了 芭比娃娃里的小家 男人忏悔地道歉 并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吹脑 我的路 腹底在小美身上的小家 出手快准狠 以同样的方式干爆了梅姨 等警察赶到时 小家正扑在父亲怀中 嚎啕大哭 对此毫不知情的金姐 还以为女儿小美得救 却发现枕头下 放着的是五哥和小家的合影 金姐问 为什么 听到的竟然是 不难 一句阿姨 把金姐喊懵了 她顿时明白了一切 难以置信地 瘫软在地上 惨剧平息之后 小家以小美的身份 和金姐回到了外婆家生活 注意店门口的中文招牌 这个细节说明金姐带有中国血统 是泰国陈氏华人的后代 难怪长得这么好看呢 小家觉得 她和金姐没有血缘关系 坐在后排 不敢表现得太过亲密 没想到金姐 主动拉住小手 这个举动 让小家倍感幸福 在死去的第十一年后 她失去了爸爸 却从此 多了一个妈妈 有人说 这部寄屋出租里 最可恨的不是梅姨 而是废柴老公 别看她长得挺像 低配版金城武 可却没干一件人事 不懂技术 乱修电器 坑死了女儿小家 然后为了一己私欲 引狼入室 又坑死了女儿小美 可怜的金姐 莫名其妙丧女 又要被迫接受 另一个孩子 看似歌颂了母性的光辉 却总觉得十分个影人 不过我倒是认为 本片之所以能够 获得高分和高票房 有两个层面 做得十分成功 首先是商业片的成熟剧情 众所周知 泰国贵片 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能想得出来的下人套路 早就被前人用尽了 可寄屋出租 还是把纠战雀巢的老套故事 用三重反转 拍出了学艺感 拍出了新鲜感 其次是影片给观众 带来的后劲贼大 梅姨是为了救女儿 五哥是为了救女儿 金姐同样也是为了救女儿 如果说动机相同 那我们又该如何判断 是非取直 去定义他们的正邪善恶呢 这道颇具哲理的问题 一直留到了影片的最后 给出了答案 爱是落日的一道光 是乌云后的幸福线 它可以是万物 但绝对不会给他人带来伤害 所以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放下执念 向前看 莫回首 珍惜眼前人 至少头的过程 也好 很多遇到 优优独播剧 Maria